来看看这一家汽车美容业者 他们曾经给吴宝宝工作 堪称暖心公司 但居然碰上了奥K 他说有民众把车子送来贴膜 交车之后 客人却说有水痕跟细纹等问题 要求重新调整 就这样子 来来回回一共调整了六次 原本老板以为终于处理完毕 没想到顾客随后进上Google评论 写文章 留下了一颗新的副评 让老板非常不满 也发文抱怨 没想到这客人还提告他妨碍名誉 最后老板也不吞人了 现在双方对簿公堂 民众来牵车 车行老板站在一旁 说明贴膜过程 顺利交车 没想到开始吸收后 却是老板噩梦的开始 顾客不满 贴膜有水痕细纹 大大小小的问题 老板秉持做生意以何为贵 当场处理 让他手拿探照灯 查看有没有瑕疵 车子包膜一共花费四万一千块钱 后续来来回回调整六次 其中还重新包膜两次 顾客回家后却在Google评价 留下一心负评 让老板难以接受 上网抱怨 却被车主直接到了警局报案 妨害名誉 我记得说你有什么事情 我都帮你处理好 也都交代好 你当下也都说OK 然后你每次都要回来 8月8号他就给我在 我们Google的评论上面丢一颗心 然后讲一些颠倒是非的话 曾经给五宝爸工作的老板 抱怨连连 只说从业多年 第一次遇到这种客人 十分无奈 也决定提告妨碍名誉反击 汽车铁模影纠纷 双方不欢而散 对不公堂 透过司法进行判决 继续胡杰伦福利家台中报道 需要那个纸